已經轉集到中國的撞球好手吳嘉慶 從三月中旬出境之後就沒有回國 已經超過了義南出國的期限 新北市民政局今天到吳嘉 發出了兵役催告書 因為吳先生他應該在昨天晚上 就應該要踏到國門來 履行他的兵役義務 但是目前還沒有回來 按照法令來講 我們必須在今天進行催告的程序 我們今天就在做催告的動作 我也很希望吳嘉慶回來當兵 但是現在問題不是說吳嘉慶回不回來的問題 現在是他已經拿到大陸那邊的身份證了 也需要說有經過一些溝通的問題 不是說他回來人家就願意放他回來當兵 畫面上您看到的就是吳嘉慶的爸爸 收下了兵役催告書 他強調包括自己跟吳嘉慶本人都希望 這個吳嘉慶能夠回台灣來當兵 但是吳嘉慶現在已經入籍中國 讓問題變得更加棘手 他希望能夠有解套的辦法 而根據目前的法令規定 吳嘉慶在收到兵役催告書之後 如果到明年的1月15號之前 還是沒有回到台灣服兵役的話 恐怕將會面臨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且追溯期限長達20年